欢迎再度回到非凡大探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您的是很特别 位于在台北的马祖风味餐厅 主厨叫刘荀 刘荀是道道地地的马祖人 为了原汁原味呈现道地风味 他每天空运直送的马祖淡菜 只因为够新鲜 只要简单或者丝瓜炊煮 就是清爽鲜嫩的海味料理 另外用马祖老酒入菜的老酒蒸黄鱼 是用马祖养殖的黄鱼 肉质吃起来细致鲜甜 吸附着满满老酒的香气 让人品尝到最新鲜的香醇口感 从机场提令 马祖南竿直送的海味 这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是土生土长的马祖小孩刘荀 年纪轻轻对家乡菜很有研究 现在是台北一街马祖风味餐厅的主厨 为了让餐点原味呈现 马祖当地有名的淡菜孔雀蛤 得坐飞机来到台湾 光运费一个月就要三万 确保新鲜零食差 它早上全部在海里 在那个绳子上 用这个 它有这个出锯会抓住绳子 然后我们都在绳子上 对啊 这羊在海里 我们除了淡菜以外 我们还有黄鱼啊 季光饼 任何的海鲜 或者是马祖一些食材 都是走空运坐飞机来台湾的 将新鲜鱼货搬进店里 这些远道而来的食材 是刘荀最怀念的家乡味 我会在来台湾的这段时间 我一直很想念我们家乡的菜 那刚好有这个工作机会 让我过来这边在厨房里面 自己更精进我们家乡菜 然后也可以让我一直回味 刘荀的家乡菜以海鲜为主 食材挑选很重要 我们这边后面一定要肥 一定要饱满 像这一颗 这颗它的下面这边 尾巴的地方它很肥 就代表里面的肉 可能是会很比较多的 冷底淡菜加入温补生虚 黄芪等药材水煮调和 煮开后肥嫩葛肉呼之欲出 我们食面翻每一颗 都是非常有弹性的 它的肉质是饱满有弹性的 我们这个在马祖我都这样吃 用手抓着 拔起来之后发嘴巴 看就好 这个也不会浪费 这是新鲜的干贝 我们今夜做它两下 新鲜的干贝就出来了 除了水煮现吃 加入丝瓜 蒜蓉酱一起蒸煮 更甜清甜 来自澎湖的淡菜 可可饱满扎实 媳妇淡淡中药香气 搭上微壳蒜蓉酱 和丝瓜的情形滋味 格外鲜美诱人 一般外面吃的都是 它是类似是像 就是怎么讲 比较冷藏型的那样子 就觉得吃起来会有点腥味 可是它的淡菜吃起来很鲜甜 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腥味 而且觉得口感很好 对 很清爽 只要有空 刘徐会走出厨房 跟客人解说菜色 刚刚说到老酒的部分 料理的最大特色是 就是不夹任何水 下去炖煮我们一些食材 比如说老酒蒸煲鱼 或是冰鎮这一箱 他口中说的老酒 是马祖菜的特色之一 店里还有不少装饰用的老酒瓦 以前在马祖 家家户户都会酿老酒 像这个老酒 它只要开始酿的时候 就不能打开了 不要再动 不能让别的水汽 或是一些空气中的杂质进去 那它很容易就是会酿失败 或者是太酸 或是不好喝 和老酒最素配的食材 就是在马祖饲养的黄鱼 肉质特别紧致 那马祖是位于敏江口 那敏江口的话 海水岩度也比较低 马祖纬度比较高 那介于岩度比较低 跟纬度比较高的关系 还有地理环境的因素 马祖的黄鱼是比较有名的 它是比较有名的 就是它肉质会比较好 简单淋上老酒 吹针15分 就能入味 肉质细致的黄鱼 少了刺鼻嗅味 反而多了迷人酒香 吃来丝毫没有腥味 唇后香浓令人惊艳 马祖的黄鱼呢 好像比我们台湾的黄鱼呢 好像肉质更鲜甜 然后比较不会像在台湾有时候会吃到那个糊糊的 然后它那个肉的那个纹路很明显 然后它现在是用以酒入菜 我觉得味道很特殊 很好 另外酿老酒产生的酒糟同样门入菜 这个就是我们马祖最道地的酒糟 这是我们酿老酒剩下来的产物 对 它是用红旬鱼跟糯米酿的老酒 所以剩下来的酒糟是这个颜色 那上面还会继续有看到一点点的糯米的颗粒 深红酒糟粘腻浓稠 加水稀释才能使用 还得靠经验判断是否得添加砂糖调味 像这个红旬啊 每一次出来它的酸度跟甜度 还有它的浓稠度都会因为 时间温度还有湿度做不一 它会有变化 调和后的酒糟虽然是 番中带香 是马祖人再熟悉不过的味道 这是我们非常家常的一个酒料 家家户户户都会 常常会闻到 酒糟跟饶酒的味道 就是每一天都一定会的 它就会像这种粘稠度 那基本上你们可以闻闻看 它会有一个很香很香的 酒糟的香味 香浓酒糟简单入菜 跟鸡肉块大火拌炒就能上桌 鲜红亮眼的酒糟鸡 散发浓醇的伟山酒香 吃进嘴里温润不嗆 独特口感令人印象深刻 我想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做法 就是红糟来煮鸡 我觉得味道很好 酒的味道吃不太出来 所以不会很强 不会 另外酒糟玉东坡肉 同样展现独特风味 肥润油脂与酒相结合 油而不腻特别相全 很好啊 很好吃很Q 肉很鲜美 调味调得很好 有那个酒量的味道 很适合 以酒入菜直送食材 特护美食也让客人 对马祖多了份想象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很特别 很有那种马祖的特色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福州人 所以我就觉得 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我逛这个月已经来第五次了 第五次今天来就第六次 像我从厨房把菜端出来 客人吃了满意 他们就会说 原来马祖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么特别的东西 那我要去马祖玩 以一个食物来带这个观光 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以洛里诉说家乡特色 来自马祖的年轻男孩刘巡 用一道道特色餐点 与您分享外岛的酒香海味 这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